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亦菲超正的 说真的这种原本是卡通翻拍成真人的电影 像这种你看刘亦菲超正的 这种电影这几年真的很多 但不一定都能获得观众的青睐 可能很多人也会说好看 但也有人会说拍成这样真的很怪 到底是怎么样怪我们来看这几年 这几年出的电影真人版到底有哪些 当然这种片很多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 像是这部2017年上映的美女与野兽 这部电影超美的艾玛华生演的 结果有人说整部演得很没有灵魂 然后反派长得还比王子还要帅 各种批评都超多的 但票房还是达到12.64亿美元 还算不错 但这部黑魔女2014年上映的 这部加上这几年 今年出的第二集4亿多 加起来才突破10亿多的票房 虽然还算可以的票房 毕竟主演的是谁 安杰丽娜丘丽耶 美翻天但很多人批评说 剧情越来越黑暗 越来越脱离童话故事的感觉 创新也被卖 像是今年的阿拉丁 就算票房有突破10亿也一样 阿拉丁是这一部 今年10亿也一样 我今天中午跟某个讨论主播 跟一个主播讨论的时候 这个主播说 他觉得威尔什米斯演的精灵 根本是崩坏了 跟卡通差太多了 为什么 他觉得这六块机 根本不符合卡通 他就觉得很怪 虽然这纯属个人的意见 但是很多人就是会骂 就是会骂 至于狮子王票房 也有九亿多这部 狮子王 九亿多美金 我看的时候也觉得挺感人的 但很多人说 看着真实版的狮子 在讲话 根本是莫名的脱戏 各种批评都有 但片商一样 还是会继续推出 这种真人版的电影 像是最近迪士尼 再推出了一部 这部 小姐与流氓的这部真人版电影 虽然只有串流平台 Disney Plus还看得到 但片商一样 想见识大赚一笔 为什么 这部片是很多人的童年 这部片还记得吗 就是有两只狗 然后一个是母的 一个是公的 然后他们在谈恋爱 然后吃着一盘意大利面 结果只剩一条意大利面的时候 一人吃着一边 然后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越吃越近 结果就清起来了 所以很多人的童年 童年的卡通 明年甚至还有 英树小子跟 琪琪与弟弟这两部片 英树小子 今年就还惹出一些争议 英树小子 今年他推出了一个海报 结果 因为那英树小子 长得太奇怪 有点崩坏 所以很多人去抗议 这些抗议声浪 使得这个导演就觉得说 我们还是会改 这英树小子的 这个卡通的形象 结果改成 像这样的样子 比较可爱多了 所以 然后接下来是 琪琪与弟弟 明年也会推出 他真人版海报 我看是还没有推出来 之后甚至还有 白雪公主 这个也有很多人期待 因为白雪公主 也是公主系列 最经典的迪士尼卡通 也会变成真人版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骂归骂 但真人版电影 推出之前 其实真的是 很多人会期待的电影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片商在想什么 带你快来看 花木兰真人版 明年就要上映 据说已经很多人迫不及待 想赶快在大萤幕 看到仙女姐姐 刘亦菲 只是正当华人世界 都很期待花木兰 前阵子在美国的市营会 却听说口碑不佳 最主要是动画里面的 木薰龙角色被删掉 反映出卡通 翻拍成真人版之后 浮现各式各样的影哟 像是已经出道 第二集的黑魔女 是超大咖女神 安杰琳娜球力演的耶 全球票房 4.74亿美金 成绩算一般般 结果影评评价很两极 有人说很棒 跳脱童话的框架 但有人说 故事已经歪了 整个太黑暗 总之很多人边吃爆米花 一边大骂特骂 超可爱的真人版小飞翔 一样还是很多人批评 由于片长不长 即便动画有水准 但演员演得很不深刻 跟原主卡通有差 就是很难感动人 不感人也被骂 消费下3.5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只能说是低空飞过 不过就算是高空过关的真人版阿拉丁 一样还是会有人 看不出眼 找走一名不惧名主播就很嫌弃阿拉丁的精灵 他说威尔什利斯太壮了 根本破坏他对精灵的印象 天哪 这样也可以骂 但确实好像很多人都觉得怪怪的 不过阿拉丁还算成功 有突破10亿美元票房 反观原本网路声量超高的这部票房 却普普只有4.3亿美金 如果你在网路上查影评 这部名侦探皮卡丘风评还算不错 但会讲话的皮卡丘 就是会有很多人觉得不习惯 这就是动画改编成真人版的悲哀 片商就是爱出这种电影 特别是这几年 卡通这人版越来越多 好听点就是最差 还有票房的基本盘 难听点就是已经没梗了 靠这种招数在吸引观众 没错还真的有用 因为我们最终还是会乖乖买票 买爆米花 好好地看片 三菱新闻 撑得不倒 那是一种招数 那是非常招数